清明年假第二天 陽光肉臉 中部遊樂園湧現出遊人潮 氣象局表示 天氣轉晴朗 一直到下週三 各地高溫都可能超過25度 南部地區可能也會 接近到30度的一個溫度 近山區一樣都是有30度以上 高溫發生的一個情形 各地的低溫也都是在20度左右 廉價天氣好轉 民眾把握時機出遊 不過用流液開工後 將有另一波封面接近 帶來雨序 外島部分 氣象局提醒 4日到6日金馬地區容易起霧 收價往返的民眾要特別留意 馬祖則是要留意 長浪發生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英豪 君永如 臺灣 臺北報道 臺灣 臺北報道